美國聯準會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世界經濟 尤其暑假即將來臨 許多民眾會想前往美國旅遊 但專家點名美元當前局勢要降息 恐怕只會原地踏步 民眾想出國旅費得多存一些 美元不降息比起去年同期前往旅遊 旅行社的報價上漲10% 因為機票漲價 國外代理報價也跟著韓長 雖然有漲價 但是目前所看到的話 這個漲幅是已不超過10% 作為一個大概是參考的價錢 民眾可以選擇到亞洲國家走走 以暑假熱門旅遊檔期為例 7月1日至9月30日 旅遊4到7天 前往日本的旅行團價格 落在33900元至55900元 由於今年赴日的旅客減少 即未增加 價格也比去年同期下降10% 韓國的價位則在12800元至33000元之間 今年比去年同期上漲約10% 而今年來最受歡迎的泰國旅行團報價 28000元至35000元 比去年同期調降約1% 幾乎沒有差異 近期各家航空公司 已經開始陸續調降了暑假的一個機票價格 那再加上泰國政府日前已經宣布延長 台灣旅客入境30天內免簽證的措施到11月 所以這兩項利多的加持之下 整體東南亞線的銷售狀況是已經逐漸在回溫的 不過業者也提醒了雖然有免簽措施 但旅客在當地也不得停留超過30天 暑假打包行李想出國玩 還是得加以研究國外旅遊生態 免得多花了錢也不一定玩得盡興 巴拉新聞市議會章來到台北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市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